大家好,我是Mr.Aman Soul 今天會為大家介紹HKDSE 2016 Mathematics Core People 1 Session A1 Question 1 請看畫面的訊息,如果你未理解我為何要做這7影片 又或者你如何正確地使用這7影片 請你Posture畫面 否則我們可以繼續 好,指數 我們先看看指數的definition 如果你有a的n次方 我們就告訴大家就是n這麼多隻a相成 例如2的3次方,就是2乘2乘2 3乘2乘2乘2 其實有時候我們不靠index law 也有機會做到指數的題目 不過這次我們就試試 用index law 策括好 x的8次,有2個 x8次乘x8次 當然就是x16次 我們也可以用8乘2 y的7次 y的7次 有2個y的7次 然後y的7次 就是y的7次 y的7次 y的14次 也算是n 這個14就7乘2都走出來 OK 如果是兩個數字雙除 它的底一樣,指數就可以雙減 根據這個原則,我們減完之後就出了最後答案 這條你問我三分來說都比較容易的,比起之前的一兩年 好,我們還有另一個方法去想的,就是用一個叫做份數的想法 分數不外乎 cross out common factor 拆它的功因子 或者我藥走的功因子 又或者去做expansion,即是抗份 OK 現在我一看,咦,發達了 我看到x16,我就拆了做x5和x11 由於上下格都有x5次這個因子,所以我就拆走了,我就可以 就是藥了 OK,接著負指數我怎麼處理呢? 負指數呢 我看到下面有y的負6次,那我就 上下格抗份就是y的6次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因為負6加6就是0來的 y的0次當然是等於1,所以結果也可以做到的 就是說我不依賴index law 我純粹用份數,我都可以處理到這一條 好多謝大家了,這一條我沒有擺這個白頭弓女話當年,因為太淺了 有什麼問題找我?如果你覺得我的work是敲服的話,麻煩你幫我分享一下吧 我只能夠教到你小小的知識,神卻教了你生命有緣的在留華市大間教會見 多謝大家,拜拜